قول 觀眾 各位網友大家好 以下這段我想說的新聞 大家應該要有心理準備 可能會吃東西 會噴飯 也不定 是一個笑話來的 我當一個笑話來看 大家知道 香港出現移民潮 我又說未來半年會再上一個新的高峰 就會很多人離開 其實人才流失,這是一個不能否認的事實 包括很多專業人士,醫生、護士、工程師、會計師、老師 教育工作者很多離開 這些人手都短缺的 大家必須承認,必須面對很多年輕夫婦帶著小朋友離開 移民最大的動力 最大的原因是不希望小朋友留下接受小朋友的教育 所以學生的移民人數相當多 所以香港的適齡兒童進入學校讀書 適齡兒童,適齡學童人數大幅減少 教育界出現一個很大的危機 就是會學童的人數不夠 縮班甚至失校 怎樣面對這個問題呢 現在流行搶,什麼都要搶,搶人才,搶企業 現在要搶學生 其他就是愛國愛港的,我再不用這個左派團體 我怕誤導大家 愛國愛港的教聯會 大家知道他有個立法會議員叫鄧飛 是選委界的,教聯會副主席 早前就說過,要去不同的地方搶學生 包括去大灣區,包括去東南亞 他就助言起行 日前去到菲律賓搶學生 挺好笑的 好笑的地方是什麼呢 他出發的時候呢 我看到他就在 這個應該是去到菲律賓的機場 就拉住個橫額 幾個牟利在這裡 包括這個橫額 寫著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 說好香港故事 tell the good stories of Hong Kong 教聯會向世界各地華僑宣廣 宣廣 宣廣 不是這樣的 宣廣 要上級和下級去說 宣廣香港的優質教育 教聯會 HKFEW Introduction of Hong Kong's Quality Education to the overseas Chinese 不好意思 我的港式英文是這樣讀的 他就 要向全世界的華僑 去宣廣香港的優質教育 就說本港DSE的文憑市 課程他有優勢 包括和內地課程的兼容性 對於有意去越港澳大灣區和內地發展的學生 極有幫助 於是他去了菲律賓 一年訪問三天 除了鄧飛之外 還有培喬中學的校長 還有教聯會的總幹事 和鄧飛的自己的議員助理 教聯會說這次的訪問 要向全世界的華僑宣廣香港教育的優勢 推動香港成為區域教育権扭 教聯會說要配合國家的一帶一路的發展戰略 和特區政府說好香港故事的工作 積極倡議推動香港教育 產業國際化 他看到很多照片 第一就是和中國駐菲律賓的大使館的大使會面 拍攝照片 然後和菲律賓的華商總會見面 像搶學生 他繼續說 教聯會說 菲律賓全國有1億900萬人 華人佔250萬 總人口的2.3% 東南亞地區的私資不足 教材質量不高 當地的華僑子弟華民教育對中華文化學習受到制約 希望透過今次訪問 向中國駐菲律賓大使 當地華僑商會和教育界 介紹本港引入東南亞學生去香港升學進修 和大灣區就業就學的計劃 需求厲害 我們高瞻遠足教聯會的朋友 這個外國外港的團體 真是高瞻遠足 不單止 你今次一戰都不知道多少刁 一石都不知道多少了 第一就要 就要配合國家一帶一路的政策 包括這個 這個教育的政策也要一帶一路 然後就引入這個學生 來香港 補足這個 適齡學童 人數急劇下降的不足 避免這個 縮班殺效 然後就 還要說香港的DSE 最重點最大的優勢 就是受到這個中國大陸大灣區的承認 也將這些學生 香港學生不願意去大灣區 就 就是菲律賓的學生 那些華人學生 就要去大灣區 就業就學 鄧飛說 香港的英語在香港 已經非常普及了 香港擁有五間世界八強大學 DSE的課程之力 已經接近三百間海外的院校認學 不單止有商與學習的優勢 還有內地課程兼容成 對於有意去粵港澳大灣區和內地發展的學生 有積極的幫助 大家聽到 他們去東南亞搶學生 不知道有什麼感想 我真的覺得很好笑的地方是什麼呢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引入東南亞學生來香港 他不是香港的居民 不是香港榮友居民 他來到這裡 他的學費怎樣 他的生活費等等 有沒有任何的優惠 有沒有資助 還是好像香港的免費教育一樣 就完全是不用錢 還是什麼 生活費是不是有得補貼 香港是不是真的可以做到這個國際的教育的國際產業的書樓呢 有人 好像這個圍城這樣 有人就要出去 有人就想進來 香港的學生 頂不順香港的教育 香港的家長覺得他的小朋友在這裡接受洗腦教育 是絕對不能夠接受 於是移民去外面 主要去英國 接受英國的 比較優質的教育 大陸的學生 來香港 很多學生來香港 現在開始有一個這樣的說法 就是說 如果香港的教育 和大陸基本上沒有什麼分別的話 我為什麼 為什麼 反正他當香港是一個跳板 香港讀完一個教育 想著用香港的學歷 去外國 相對比較容易 如果用這個大陸的學歷去外國呢 是相對比較難 於是香港就有一個跳板 如果香港的教育 香港的大學教育 和大陸基本上沒有什麼分別的 如果要講外國愛港 又要講洗腦 又要講國家安全 我為什麼不直接去外國呢 為什麼要經過香港這個地方 我想問 香港的教育 基本上呢 對於大陸人來講 對於香港人來講 吸引力就越來越小 如果是 在東南亞 在菲律班 在馬來西亞的華人 華裔的家庭 想他接受這個教育的話 他為什麼一定要選擇 華民的教育呢 為什麼他不會把自己的視野 這些華裔家庭如果能夠 給他們的子弟 給他們的子女 出國讀書的話 我想相對家庭的環境都相當不錯 為什麼他不會去英國 去美國 去加拿大 為什麼會來香港呢 究竟香港有什麼吸引力呢 對我來說 就是 百思不得其解的事情 我開始的時候說 鄧飛 這個教聯會 說為什麼這次要去 菲律賓做這件事 那我就 有些訪言大悟 這個是一個政治任務 或者這個任務 未必一定是mission 要完成任務的 不是一定要的 這個政治任務 其實是一個政治的姿態 是一個政治表態 要做幾件事 一件事 就是要配合國家 一帶一路的發展策略 那我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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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說好香港故事的這個策略 那我又做了 那我做了 是不是 然後就是 叫做推動香港 教育產業國際化 在名義上去做到這件事 教育產業國際化 英國就很典型 美國也是 英國更加是 英國你看到很多 譬如我前陣子去完奧斯福爾 就去 Cambridge 發覺 很多華人面孔的 亞裔面孔 這樣說的 學生 那個大學城 整個城都是大學 去那些College 在遍布 全國牛津遍布 全國劍橋 有很多的 你看到去到那個地方 有很多的中式餐館 吃什麼餃子 拉麵等等 那些都知道 那裡有很多的華人在那裡住 主要是年輕學生 如果說 教育產業國際化 英國是 行得最先的 也是靠很多大陸學生給學費 然後才維持得住的 某些學校 那麼那個地方 為什麼能夠做得到 教育產業國際化 大家要問 英國牛津 英國劍橋 或者其他一些大城市 倫敦 他們做到教育產業國際化 很多外國學生 不單止大陸學生 有不同皮膚顏色的學生 為什麼呢 大家要問這個問題 香港怎麼跟他們相比呢 他們的優勢 他們的基礎在哪裡呢 第一 教育當然是優質 這個不在話下 CG 世界有名 這個不在話下 就不單是大學的 中學小學都是這樣 他的教育制度 是被人優勝 扣問到這些人來 更加重要 更加重要 關鍵中的關鍵 用他們的說法 就是什麼呢 就是這個社會 是給到 那些學生在那裡 在一個自由自在的地方 毫無限制的地方 思想自由的地方 資訊流通的地方 去做他的學問 去完成他的 無論你是自然科學 社會科學 文學 藝術 創作 電影 去完成他們的夢 是一個土壤來的 你的教育產業國際化 不是你的DSE 十六國家 幾多國家的承認 那樣東西是很 一個小部分來的 用什麼移 知道你不搞我自己就可以了 是一個小部分來的 你去奢然自己可以做 這個教育產業的國際化 我真的拚了頭 憑你香港 憑你DSE 憑你幾間大學 連大陸人都開始嫌棄你 香港的大學 你還要吸引東南亞 那些 你做這些門面功夫 都不懂得做 還在大大聲 大言不慚 什麼教育產業國際化 香港人都不想留下 香港的學生都不想留下 考到大學那些 有些都走 你吸引外面的人 你憑什麼 聽完之後 我不是說會噴飯 就是這樣 好 這節講到這裡 繼續支持我patreon 繼續支持我心情有快的頻道 謝謝你的收看 各位 今時今日 你還可以自由地上網 但是現在有 不代表永遠都有 虛擬私人網絡 vpn 是今天上網的必備工具 來的 介紹回我用開的 nottvpn 它可以保護你的私人 隱藏你的身份 nottvpn 在全世界60個國家 總共有5400個服務 自伏器 沒有人可以追蹤到你在哪裡上網 也不會影響你上網的速度 一個戶口 全家大小可以六個設備一起使用 用底下這個網子 關鍵詞是samngx 你就可以拿到很大的折扣 訂購兩年 最便宜是港幣32元一個月 還有一個月免費 30天內不滿意的 可以全數退款 向你推薦 挺好用的 你不喜歡 你不喜歡 多多次 你不喜歡 可以 你不喜歡 我會做的 你不喜歡 你不喜歡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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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栋梁